今天要来介绍的是NestJS的Project Organization 官方有跟我们建议说可以怎么样的去管理我们自己的专案 当然他没有强求说你一定要照着他的方式做 所以这没有是非对错 只是给你几个方法让你参考说你可以怎么样去管理你的专案 那如果你是使用NestJS13的话 然后又是使用Apple Router 那你应该会知道说在Apple Router底下 有一些导案的名称是必须要取得跟他一模一样 像是Page.js,Roddy.js等等的 才可以去启用它的这个功能 像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现在如果我们在Apple Router底下去新增一个Dashboard资料夹 然后又去新增一个Settings资料夹和一个API资料夹 但是你新增这些资料夹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在页面上去访问他们的 因为他在这个资料夹底下没有Page.js这一支档案 所以就不会生成一个页面 那在API底下也是他没有Router.js 所以你也没有这个API的Endpoint可以去访问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去访问这个页面的话 假设Dashboard你要去访问这个页面 那你就要在Dashboard资料夹底下 去新增一个Page.js 就这样这样子 那Settings也是 那API底下就是Router.js 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章节看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进VS Code 写一点Finder给大家看 好那你看到这个Components资料夹底下 注意到他没有Page.js 所以Components资料夹底下这个Bottern.js 是不可以被访问的 他这边有写 Not Loaderable 就是你斜线Components斜线Bottern 是找不到这个档案的 然后类别这边也是一样 但是Dashboard呢 这边有一个Page.js 那就知道我们可以去访问这个斜线Dashboard了 但是底下这些档案 Page以外的档案 你要是想要去访问他是没有办法的 那是Nep.js 你斜线Dashboard斜线Nep是访问不到这一支档案的 如果你要去访问这个档案的话 访问这个页面 你可能就要去斜线 在Dashboard底下去建一个新的资料夹叫Nep 然后Nep资料夹底下就建一个Page.js的档案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章节 好这边有提到就是说要是你之前是使用Page.js Router的话 就是AppRouter前面嘛 每一个档案可能都会变成一个Router 他这边就有去提到 但是我们现在是用AppRouter 所以就有一些比较严谨的规范 好这边也提到了如果你要是想要使用Private.js的话 你就可以去在你的资料夹名称前面加上底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加上底线有什么样的用处 好所以我现在App的资料夹底下 我把它放大一点好了 OK这样子应该够大 好那在这个App的资料夹底下呢 我去新增一个资料夹 这个叫底线 底线Lib 好然后再去新增另外一个资料夹 我想一下叫什么名称 叫Test就好了 好然后在Test的资料夹里面 我去新增一个Page.js 好等一下我让它长出 好然后这边写Test OK那我们现在知道嘛 因为在Test的资料夹底下有Page.js 所以它这个档案是可以被访问的 这个页面要怎么去访问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是Blocalhost 3000 那就是斜线Test 就可以去访问到这支档案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网址复制 让我们的网页贴上去 OK这边有一个Test... 好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在底线 底线Lib这边 我去新增一个Page.js的话 好然后我们一样 好在这边写... 好我们储存 然后一样如果是可以访问的话 就会怎样就是... Localhost 3000 然后Lib 好我们来把它复制起来看一下 然后贴到网址 好你会发现说它找不到这个页面 好那就是Private folder的用法 你只要在你的资料夹名称前面加上底线 它就是一个Private folder 好那为什么要去使用Private folder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去切开你的UI逻辑 我这边有讲还有Routing的逻辑 那比较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呢 你要去避免可能未来NestJets还有在更新吗 可能有一些 档案的名称啊 资料夹的名称 你会跟它有所冲突 那冲到的话 你的那个资料夹可能会失效 像在这边 它有提供给我们一些档案的名称 这边就是它官网 规定的一些像资料夹名称啊 档案的名称 你不能跟它取一样的 不然就会有冲突发生 所以如果你用Private folder的话呢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当然你的档案的名称 不只是资料夹名称 你的档案的名称 前面其实也可以加上斜线 哦底线啊 我讲说底线 然后就是加上你的档案的名称这样子 OK 这边就特别提一下 那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Route Groups OK 回到我们的这个页面 那我就先把这两个资料夹都先删掉好了 先删掉 OK 那我现在去新增一个folder 但跟以前不一样的是 我要用括号把这个folder的名称包起来 例如说我有一个主页面叫root 好 然后在root的资料夹底下 我再去新增一个资料夹 可能叫home 然后这个home底下 再去新增一个page.js 好 然后就一样把这个页面给生成出来 好 这边就打一个home 好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资料夹 我一样在app跟目录底下去新增一个资料夹 我可能叫他auth 我可能做验证用的 然后这边可能就有login 然后login底下我再去新增一个page.js 然后一样把这个页面生成出来 叫做login 好 那你现在想一下 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去访问这两个页面 我这边打错了 应该page 你可能会想说 那就不就跟前面一样 localhost 3000 然后斜线 例如说我们现在在home root 然后斜线home 这样子 那么现在把这段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贴到我们的浪漫器上面 你会发现说是一个404 那你要怎么去访问到这个页面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加上斜线home就好了 像这样子斜线home OK这边就有home 所以lotgroups他的用意就是在说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可能大的功能 或者说就像大的功能好了 你可以把它统一管理在这个资料夹底下 但你这个括号auth 或是括号root 他不会被 这个路由系统给匹配到 如果你今天需要做这个grouper的管理 你可能想要去把逻辑切开来 让可能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专人知道说 这个资料夹底下 我是专门在放auth 之类的东西 身份验证的 然后root 就是我们可能主页面 所以如果我要去找home的话 那我第一眼就会去root里面 这个资料夹里面去找 如果我要做身份管理 或是一些debug 要去debug身份验证的话 那我就去auth 这个资料夹里面找 所以就可以让团队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资料夹底下 是放哪一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在auth 资料夹底下 再新增一个资料夹 叫logout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logout里面 就是长这样子 login ok 记住一点 就是你如果是用括号的方式 来宣告你的资料夹的话 这个资料夹的名称 他是不会被匹配到 他会直接去匹配里面的资料夹 ok 那就是auth group的作用 还蛮实用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可能大家比较常接触到 这一个 module path alias 这个是蛮方便的 要是你现在新增一个nets.js的专案 我记得他都会帮你自动去建这个alias 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有这个专案刚建出来 我这次 今天刚建出来的 就有一个jsconfig.json 然后里面就有这个 compiler options 然后有path 这个用意在哪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先把这些资料夹都删掉 我们才可以比较清楚的去介绍 等一下 ok 好 那我现在在app之下夹底下去 新增一个 我在外层好了 我在外层去新增一个components 好 然后在components底下 我可能有我的分类吗 我可能有phone 我可能有想一下 card 这样这样个就好了 那在里面我都去各新增一个card.jsx 然后phone也是 然后一样我就 在里面打文字就好了 ok phone就是phone 然后card就是card 好 现在注意到一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在app里面去引用它的话 我以这个page.js来当范例好了 我先把他的范例的程式码都删掉 这样大家比较好看得清楚 ok 那如果我要去在app资料夹里面 这个page.js里面去引入我的components的话 我会怎么做 我们以前都会这样子 import 然后看我们的现在在app资料夹底下 所以我要回到上一层 from 点点然后斜线是上一层 然后就是我的components 然后点card 然后点我的card 这样去把他呼叫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成功迅然在画面上面 开一下 先回到我的 ok 有card 好 那你现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这个components的 资料夹结构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深层 例如说我今天可能有一个share 然后里面可能又有其他的 可能AA 不太AA好了 不太好 好 像card 特常不会这样子做 我只是做一个范例给大家看 然后一样一个card一个phone 然后里面再去新增 card.js 这是不好的示范 大家不要模仿 只是跟各位讲一下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已 等下会看到 等一下 这两个都是card 然后这个也是 然后先把前面这两个都先关掉 那这两个现在是在share的资料夹里面的 那如果我们要去在这一支 page.js 这支檔案去引用 去引路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 斜线回到上一层 然后components 然后share资料夹底下的card 然后的card 你会发现说有没有 越来越长了 如果我今天我这个page 我这个app route底下 又有其他资料夹 更深层的next route的话 我要去引用一个component 我是前面就要加好多个点点斜线 回到一直回到上一层 所以这很不方便 所以他这边就有提供个 alias的功能给我们用 你之前如果有接触其他框架 应该也有用过了 就是在我们的 jsconfig.json这支档案 如果你是用typescript的话 他应该就会在tsconfig.json里面 ok 那要怎么去设定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这边已经帮我们先设定一个了 这个小老鼠斜线性 即将代表说 现在他所匹配的位置 是我的根目录 因为你看到他这个位置 是在我们的根目录 这个jsconfig.json在我们的根目录 所以只要 如果我们是输入小老鼠的话 就代表他现在是在我们的根目录 所以呢 不管我今天这个app route里面 底下有几层 例如我现在做一个示范 这个名字我就不想了 我就在aappcc 然后在ccc底下 去建一个页面 好那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你不用alias的话 你可能要去import 我们的card component要怎样 要回到好多上一层 斜线 然后一直回到上一层 像这样嘛 像这样子 但如果你今天使用这个alias的功能的话 你可以很简单的直接像我这样子改 import card from 我们的小老鼠斜线 components 然后share card card里面 像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成功的被渲染出来 所以储存 好那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AAA BBB CCC底下 好你会看到一样是有card在这边 好所以用alias的话可以避免刚那样的情况发生 你可能要去import的东西就要回到很多上一层 好虽然现在的VSCode已经很方便了 你只要打component名称 像是如果我有card的话 我这边都可以抓得到 好那因为我有设定有这个alias的 所以他可以自动帮我去取得 好那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 他应该就是会一堆点点斜线 点点斜线这样子 好那如果你想要个别管理的话也是可以的 你只要在这个path底下 去新增一个 例如说我要叫他小老鼠components 等一下 斜线心号 他去对应到哪里 他可能就直接去对应到我的component资料夹 然后底下全部 好那如果我们现在储存的话 好然后再回到我们刚刚的档案 我们可以来稍微改一下 我现在如果要去import我的component的话 我可以这样写 importcard from我的component 有没有这边就有个component资料夹了 然后斜线 就是我们的card OK大概像是这样子 如果你要再做更深层的话 我像是如果我们现在刚刚我们有一个share的资料夹 所以share 一下新号 可以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储存的话 他就会直接对应到我们的share资料夹底下 所以component底下card from card OK大概是这样子 你会看到说没有 他对应的是我们的share底下的card 不是我们的 嗯 component资料夹底下的card OK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要讲 好那应该 大概刚刚应该都讲过了 就是他这边也可以 就是像我们刚刚写的吧 把你的component还有一些类别的资料夹 这些可能用功能型的资料夹 不是一个页面的话 你就可以一样放在更目录就好了 不用放在app router底下 像这样子 那应该就先这样子 所以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好那这边再特别讲一下就是说 之前有观众问我 Nest.js可不可以用来写MDX 其实是可以的 刚好就是这么巧就是可以 所以另外再会再拍一支影片去讲 怎么去设定MDX 在你的Nest.js里面 其实非常的简单 但是因为用文字其实不太好叙述给你看 所以我可能就 再额外做一支影片去讲这个部分 好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OK